30岁之前先不要考虑赚多少钱 而是先要变得值钱 我在30岁之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个设施 我在24岁的时候 在开一家店的时候 我差不多一年的时候 已经能80到100多的W以上 而我把24岁到30之前 所有的钱都拿去干嘛 学习来填充自己的能力 我在这4到5年之内 我差不多花了将近200多万在学习 第一个学习我行业的一个专业的技能 我跑遍了所有的一切城市 我跑遍了全世界 我这个行业所有的技术 我去过英国 去过日本 去过韩国 去过台湾提升我的技术 我要让我的技术 变成整个行业最厉害了 第二是什么 30之前 我把我所有赚了钱 去提升我的一个管理的能力 我请了我们当时最好的 联所的顾问来帮我再做联所 请了两个人花了将近60多万 我觉得是啥 其实我能在24岁到25岁 就能买到好的房子买到车 但是我把所有的钱拿去干嘛 提升思维 我认为人正一辈子 改思维等于改命 认知决定你的出路 所以我在29岁接完轰以后 我才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买了自己的第一辆将近超过上百万的车 所以想告诉大家是什么 30岁之前不用考虑赚太多的钱 你不能变成一个房奴 你每天只思考是啥 你要还多少的房贷 你要还多少的车贷 你就废了 记住一个 在30之前 邪不要考虑买车 邪不要买房 你应该把买成买房的钱 在你的脑袋里面装进去一个兵力 装进去一套劳斯莱斯 装进去一套别墅 你才会变得值钱